大家好,又是有機小食DIY 今天會教大家做有機燕蜜 我們一起看看有什麼材料 材料有有機燕蜜 還有牛油 兩粒棉花糖 今天很高興請到美齡小作手教大家做 我們一起看看它怎麼做 首先我們要開火煮用我們的牛油 把牛油煮溶了少許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棉花糖 將它煮溶 煮溶了棉花糖之後 加入燕蜜 將它混在一起 今天我們這個有機燕蜜 脆脆已經完成了 有機燕蜜的維生素A含量是穀物中的第一 同時都含有豐富的纖維素 下一次我們的有機小食DIY 會教大家做這個有機的IQ坦 記得收看